如何承见那些讨厌的熊孩子 你干啥 哎妈 他让我 哎呀你干啥呀三脑 那小孩口水也不丧 至于吗 不是 阿姨 我再跟你说一遍 冲别人吐口水是不对的 我就吐我就吐我就吐 你干啥行的脑 阿姨我刚打个喷嚏 你放屁 你啥喷嚏的这我一样的 你再打一个 没事吧 阿姨 我也小孩口水不脏 没事的 哎 小婉 你快来看看吧 你这儿是水娃 我的感动瞬间 来了 热门户的饺子来喽 快吃吧 阿姨 哎呦 哎呦 快快快 哎呀 你就别动了 我爸他上岁数了 有点痴呆了 你吃你的 阿姨 这没事啊 什么事走啊 啊 我出八走 哎 今天能不能过了十五再走啊 元宵节 有花灯 啊 不了 我出九还得上班呢 啊 上班好 上班好 哎 儿子 啊 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刚不是说 出八走吗 出八呀 能不能过了十五再走啊 元宵节 有花灯 爸 我出九上班啊 出八真得走了 您去和我妈看吧 啊 好 正是要紧 正是要紧 儿子 你要干嘛去啊 爸 我免得走了 收拾收拾 哎 别收拾了 待到十五再走吧 元宵节 有花灯 爸 你怎么回事啊 啊 我说了不行不行 我得回去上班 老板还要发开工红包呢 开工 什么呢 开工红包啊 就像你现在上支付宝 搜开门红三个字 就有机会抽到最高888包元 开工红包一样 而且里边除了钱 还有像金式的黄金这样的 开工大奖 跟您说您也不懂 您能不能别贴乱了 啊 忘了忘了 你 你忙 你忙 一月二十八号 晴 今天自行车坏了 去厂子仓库借着会儿 抢修车 我爸的人记 二月五号 元宵节 二月五号 元宵节 本来想初期外出务工 两岁的儿子 央求我 十五元宵节 带他放花灯 我想了一下 十天日夜 也换不来大富大贵 于是我便留下了 爸 妈 咱们一起去看花灯吧 儿子 你不是说出吧 单位也没什么事 走吧 我去开车 好 停车 儿子 咱们到了 没有吧 到了 到了 这不就是花灯吗 妈 听我爸的吧 我就说嘛 我年年都来 怎么能记错呢 是吧 你看这个灯 多好看呀 是吧 过年时的才艺表演 咱就是老挺开心是不是 这么点 我让我闺女啊 给大伙说出庆 我闺女小跆拳道的 眼儿 上活 妈 不想找 你快点啊 这都看着呢 踢一个 快点来 踢一个 好 好 你们瞅瞅 你们瞅瞅 哎呦 真不错呀 真不错 我们家海企啊 是在那个国外 学美僧的 来小宝 给大家献瞅一个 爱你孤身转向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着过绝望 不可苦一方 好 哎 九儿 你让你儿子也展示一个呗 不行啊 我儿子可不行 哎呦 那有什么不行啦 你儿子学的是什么专业 让他整一个啦 我儿子学的 真成不了 哎呀那有啥呢 快点吧 我们这都整着呢 可不是得 行 那我整一个 哎 这下对了吗 你有才艺你得上吧 对吧 你先来吧 你躺那儿就行 这可啥呀 我儿子学法艺的 我给大伙表演个活体解剖